鱼儿没 来吃樱桃了 兄弟们 我主打的就是折腾 之前花一千定制了一个不锈钢笼子 专门用来抵御洪水 放进自然吸流 利用甘甜的山泉水养鱼 脑瓜宁瓜的网友指出了很多不足 比如鱼儿不自由的 容易撞伤 容易被偷 挨饿 又掉肉 还有网友给出了极其正面的评价 表示每隔两年半的折腾经验 实在是想不出这么巧妙的养鱼方法 这种养鱼方式嘛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没啥经验 我会带着作为网友的智慧 一起把鱼养好 今天咱们先解决网友们说的鱼儿挨饿的问题 昨天下了一夜大雨 心流发洪水了 看样子这个笼子没受什么影响 我们先分析下鱼儿的生活环境 如果直接投喂沉水饮料 饮料会穿过不锈钢笼子 漏到外面 除非鱼儿的嘴巴长得吸尘器 要不然就便宜到螃蟹 黑壳虾 其他冷水鱼的 第二种嘛 直接投喂浮水饮料 好吧 看样子也不行 这些都飘到外面去了 这个时候路过一位老奶奶 她说这种养鱼方式还挺不错的 发洪水的时候 水里飘了很多食物 饮料 鱼儿也能吃到 也不用特意去喂食 话虽如此啊 我还是想尝试喂食试试 我分析了以往折腾的经验 看样子只能用塌了 就像这样子用网箱把浮水饮料盖住 这不就妥了吗 春季喂食嘛 讲究的就是水晶应变 这不 之前在我家家吃樱桃的时候 我意外发现树下的鲤鱼居然吃樱桃 没办法的 必须得给他们安排上 瞧 这个樱桃水能多汁 看着就诱人哦 最后我们用铁丝把它绑住 固定在水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今天晚上还有大雨啊 所以要把这个锁死 没办法了 这样子就算把它冲翻了 它这个门也打不开啊 搞得不好 门打开 鱼全跑了 对了 关于这个笼子造价问题啊 很多朋友有疑虑啊 大家看这个材质啊 全都是304不锈钢的 用最低加速的下 光材料成本差不多是500以上啊 然后他肯定要赚钱 然后加那个手工费了是吧 今天是利用铁笼在自然溪流养鱼的第三天啊 并没有发生像网友们所说的 笼子和鱼都被偷走的情况啊 我听村民说水 今天是长这上面来了 这笼子全都被淹了 它还是能扛住洪水的 Houston 我们去宝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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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